麦卡尔曾经是一名黑色行动突击队队员 常年在充满了暴力和危险的生活中 麦卡尔的内心早已经疲惫不堪 为了脱离组织 他伪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 来到了波士顿 改头换面 隐姓埋名 在一个五金店里当一名小员工 每天在咖啡馆喝喝咖啡看看报纸 原本以为这样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 但在一次偶然中 麦卡尔遇见了一个失足少女泰莉 她每天都会去咖啡馆等待客人 这天她遇到了一个并不太想接的客人 但她还是强颜欢笑的走上了车 第二天 麦卡尔再次在咖啡馆遇见了泰莉 她劝泰莉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 却不知道泰莉也是身不由己 原来泰莉是被一个俄国黑帮所控制 果然不久一辆轿车就接走了泰莉 之后泰莉再没出现在咖啡馆 原来泰莉得罪了之前的那个客户 被这群人给打进了医院 看着眼前女孩的苟延残喘 她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脱身 于是她去找到控制泰莉的会所 拿出自己所有钱想帮她赎身 但对方只答应给泰莉一个月的自由 总而言之就是没门的意思 无奈的麦卡尔只好离开 但她中途又折了回来 仅用了19秒就将黑帮全部解决了 她知道如果自己不解决掉他们 泰莉将会遭遇更悲惨的对待 之后几人的尸体就被发现 警察报道说是帮派斗争 所以对这几个人的死也不太在意 但黑帮背后的大佬可不会放任不管 可惜麦卡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他们一时半会什么也查不到 于是派俄罗斯特种部队退役军人 刺青南调查此事 刺青南对比现场的监控后 将麦卡尔列入了嫌疑人 然后根据嫌疑人名单逐个进行调查 可能因为高手自带的强大气场 他一来到麦卡尔家 就察觉了麦卡尔不是一般人 很快呀 刺青南就带着人来围剿麦卡尔 幸好麦卡尔早就发觉 刺青南不对劲 及时转移了住所 之后麦卡尔找到一个特工队的老朋友 朋友告诉他 刺青南背后的白毛哥 才是真正的大佬 白毛哥正是这个俄国黑帮的头目 麦卡尔知道自己卷禁了这件事 白毛哥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前进一个为黑帮做事的黑警住所 将他关在充满毒气的车内逼供他 得知白毛哥在波士顿有一个洗黑钱的窝点 麦卡尔闯进窝点 找到了洗钱罪证 一下子把这个洗钱窝点给端了 还在黑警那里得到了一个U盘 里面都是接受过贿赂的高官名单 并查到了白毛哥经营的公司 他将接受贿赂的名单发给了警察 然后炸毁了一艘白毛哥的货轮 这一炸让白毛哥损失上千万 白毛哥肯定不会放过他 于是让刺青南赶紧干掉麦卡尔 刺青南抓住麦卡尔的朋友威胁他 但因为战场在麦卡尔无比熟悉的五金店内 很快麦卡尔就解决掉了反派 救下了朋友们 最后麦卡尔闯入了俄国黑帮的地盘 不声不响把幕后指使者白毛哥给杀了 他凭借一己之力端掉了这个黑帮势力 真的英雄从来不留姓名 之后麦卡尔回到了波士顿 继续坐着一个大隐隐于世的普通员工 最后才遇见了那个失足少女泰利 此时的泰利已经淘脱深渊 找到了一份正经的工作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